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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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物质层面的东西 每天接触的还是还要解决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个崇壮就很大 就会觉得有啥意见呢 我那个内心深处那些崇敬的东西 或者好像一碰到物质的层面 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这个是你只是个过程 那你继续继续走 继续走直到一定时候你就空掉了 你必须进入那个崇敬的 圣洁的那些东西 然后在空掉的时候 你这个你才能翻回来看到这个物质层面的 世俗的很熟的东西跟那个是合一的 就是说你能从很熟的这些东西来 借到空性的时候 你才能从很微小的 微细的很世俗的 这些人世里边 你才能获得一种快乐跟宁静 否则你开始 这个一旦开始人活在境界里边的时候 就开始跟世俗红尘里边的东西 开始不合了 就开始脱离 脱离 就好像这个观点 这个是脱开的 就而且这个时候其实很辛苦 而且觉得这个力量是没用的 就是说你追求的精神层面那种追求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再高 想得再高 但是好像你一回到红尘 你不得不熟 你不熟你 你吃个辣椒 什么都得 你都得就世俗的那些事 你都得去应酬 你都得解决 但那个时候你就说 你好像自己又被拉回来了 你心气也不够 心力也不够 我身心就是疲惫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不着想 继续修 继续修 有一天 你还是空掉 完全毁掉 然后整个就成了个约了 就没有高 没有低 然后这个时候你才叫自在了一点 自在了一点 就是没有人说 其实很多人说 你自在又怎么样呢 真的是 问这句话的人真的是 没办法回答的 是 这就像外边那只小猪猪问你说 你人又怎么样呢 我们当初的 我们现在吃饱了 已经睡觉了 你不能还在这边聊天 你们有什么快乐的 就是那样子 就是人就是不同的等级 那就是境界 你活在自在的境界里 跟你不自在 表面上没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 有什么呢 大家都在为吃喝了 也在睡觉也在上厕所也 但这就是境界 你能怎么样 当然说 你身心自在了 先是心灵自在了 你慢慢身体你 你气脉全部转好了 五眼托六神托出来 真的能色酷不而 游戏神通 游戏就是说功德 那是功德巨主以后的事情 那四些功德相出来 那别人可能看到你宇宙不同 那对你 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是那样 在中间这个环节里边 有很多问题 就是跟世俗的东西 很多东西 因为其实所有的脱离 还是带来 还是因为你着相 你不是着这个相 就是着这个相 你不着出世的相 就着入世的相 不着男相就着女相 反正就不理这些东西 不着自己的就着外在的 就是这些嘛 不着佛相就着反复的相 转来转去就在那边 什么时候落下来 有时候突然一下 全部落下来 就是一下子清下来 这个世界清净 很安静 这个世界很安静 真的是 吵的就是我们的头脑的心 没有东西吵 全安静了 什么事也没 但不见得说你修行 你不力 你还会处理事情 一直到你整个内心 一直安住在这个国位上 从来没有事儿了 这个时候差不多了 就是说你刚开始震入以后 你已经不起心 你很少起心多年 但是他里边那个痕迹啊 就像真的就像野里奔了沙子 沙子还在眼睛里边 留一个信息啊 痕迹啊 眼睛还会射 就是有绝受 就这个过程不断的圆满圆满 就没有了 就是真没事了 心里边真没事了 但外在你可能有 一千件事情做 但心里边也没有一件 就这个时候 心就开始自在了 你就不分别 高低左右胖瘦 什么也不分别了 人啊 他是凡夫 还是佛 菩萨什么都不分别 就是都一样 平等的 平等性才能生气 而且不会空在这种差别项里边 比如说你今天 比如说来了三个人 来了两个人 比如说来两个人 一个是出来不学佛法的 一个是学过的 或者什么 他们问问题的时候 可能你教 有的人可能 就是笨点 有的人可能还是反对佛学的 那你跟这个反对佛学的交流起来就很累 他可能是 就是反对的啊 就跟你唱反调 那你说两个是平等的 你虽然升起平等性了 你不会说讨厌这个反对的 但是你还是觉得他两天很累嘛 那因为他跟你唱反调嘛 但是那你正如到那个心里边没死 所有的心都不起的时候 你就没什么感觉 你真真没什么死了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很累 刚开始因为大成佛法 刚开始很多人是修心性上的东西嘛 他们觉得心性上都是修修修 就我修到一定程度又怎么样 你还不能吃了拉扎水 你又怎么样呢 是不是 你不也活得不自在吗 你不也身体不好 你不也你烦吗 但是心性上的境界是随着你的修学真的提升的 只是没有达到自闭而已 就说有些东西是真的还是不断不断不断要累积的 有一天一旦自闭了真的不一样 如果这个自觉重视是着象的 即使你明天一走到那个境界也有人会说 你说你有啥呢是不是 你还是啥也没有 你修来修去你有啥呢 你不也还是那样 但是真的就像那只 那只俩子小猫小狗里 他们再快了你都不会回去做了 就是那样 那小猫很快乐 但是你不会做猫 就这样子 就是人有时候 到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人 不是解决了车 所以就可以有些东西 人的意识成了切意识 它是要有个境界的 安置自己的心的 有一个地方放自己的心的 你只是你把它放在哪一道而已 你准备把它放在出生道 放在人道 还是放在天人道 你要你的心安住在哪 你只不过是最后 你让你的心安住在那真相里 佛就是让他的心安住在那真相里 而我们可能六道转用 真理 让你的心放在那真里 那是彻底的安住 但是在六道你如果转用的话 你肯定是早向你在这六道转 你就不安 人就是可以活成那样的 就是追求不同了 坚持修学 坚持永远记得 不要被那些身心内外的绝受境界 你只要不被他转 你只要跟他开始有点抗衡 你只要亲佛的话 他就是虚妄的 如如不动的 每一个体系内 一定就这样绝招 但是有病也要治 说有调心也要调 说实在调不过 也可以出去溜达溜达 就是你活的什么样的境界 怎么活也是 也没什么错 就是你的境界不同 你活成什么样 就是个等级的境界 你活成猫和狗 还是活成人 都没有错 你选择做猫做狗都一样 但是 你说我选择做更高层面 我的境界就是高 就是这样的 我就这样 也没问题 也没什么高低 就是 你就是那样 但是你修圆满了 你就没有高低 这些分别了 但不代表你的 你的内心就是猫和狗 有时候你可以去任何一道 转用 但是那是内马死 但现在我们真的不小心 就在很多道里面转用 坚持 一定要坚持去 真的相信佛说的去绝招 去坚持 师父 我现在有个状态 那可能一定 那个都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就是我回到家 就是 你都十下心了 选择排他回来 就七天 你都不好 就是又回来 当下 但是好像 就是这种思想 当初是觉得 我是不是变得很世俗了 我是不是忘记佛法了 我是不是不秀了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就是没有经历 这个是对的 绝招 绝招 管理当方的地位 是的 回到当下 这就是修行 不是打坐 不在坐殿上 这个比坐殿上要坏 是 对的 不乖 如果我们可以做的 不乖 但是 本来 还是 对的 并否写 挑战 准备 加油 绝招 杨 受